首先呢我先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問一下好了 有沒有同學用過那個Google協作平台舊版本 都沒有 所以新的舊的對你們來講完全沒有任何影響 這樣我就不用介紹有那個要從舊版本升級到新版本的那個 因為呢 Google是在2016年 才推出新版本 所以它的舊版本協作平台其實是獨立一個網站 是一個獨立的網站 那所以你要單純的比如說像我在這邊有沒有 我就進到 這樣子 它有獨立的一個網址 所以你進去之後它就跟你講 你有拿幾個這樣有沒有要解 所以我剛剛那一個其實就是在這裡 我剛剛那一個就是在這邊 點進去我就可以進去編輯它 這是舊版本的 那舊版本的呢 它的有什麼優點有什麼特色我們稍微看一下新制度這邊 其實它以前就一直在強調說 其實啊 你可以怎麼樣 就是 不用懂HTML語法 你就可以 做網站 而且它的好處是跟Google雲端硬碟 應該說服務啦 Google服務 做比較緊密的結合 那新版本其實這些特色也都有 它後來也有支援這種所謂的行動裝置 只是不可否認的 因為在舊架構之下 你去支援它 雖然可以看 但是效果還是 不是那麼好 畢竟它有以前的包袱 以前的包袱 就是一般 網站上的 當然它也支援流量分析 那它還有幾個 你可以看到我這邊有用紅色的 這個紅色的部分呢 就是新版本目前還不支援 新版本還不支援 也就是說它現在推出那個服務已經快兩年了 可是呢其實 舊版本因為行之有年 所以有些服務 有些功能 它在 改善中 但是經過這兩年 之後其實 改善不少 那 這個呢 它目前 範本還有風格 就不像舊版本還可以怎麼樣 做一些改善 所以你可以發現我剛剛給大家看了這些 一個是這一種的 對不對 一個這一種的 一個 然後呢 這邊還有 其他的 就是這兩個風格有沒有差很多 對不對 那這個都是可以自訂 好都是可以自訂的 這個是 舊版本的 然後呢 你 它還有一個功能就是你隨時可以還原 就跟我們一般的Google文件一樣 你編輯之後 剛剛各位看了剛剛 這個 白版 有沒有發現我有所謂的版本記錄 以前的舊版本就是你 不管是你所做的編輯 還是別人所做的編輯 你都可以針對這個頁面 你可以隨時回到過去 可以隨時回到過去 這是它的優點 它的優點 像這邊它有些配置 其實現在舊版本 還是可以用 只是呢 不可否認了 未來它就會 真的會消失 有可能 那 還有就是這個 它的這個 多層次容量 現在其實也可以 現在新版本也可以做到 只是呢 沒有像它那麼靈活 沒有像它那麼靈活 再來就是目前 網址的部分 是 只能用它 幫你產生的 你可以命名 但是只能命名最後面 只能命名最後面 但是呢 就是 如果你想要自己的網命名稱 目前它是不支援的 這個讓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舊版本 也有它的優點 也有它的優點 那 了解這個概念之後呢 你有興趣 當然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維基百科 到底什麼叫RWD 有的翻作響應式 有的翻作自適應 都可以 反正就會隨著不同的 這個 行動裝置也好 或頁面的 解析度 自動改變我們的 網頁內容 好 那了解之後呢 我們 就 來看一下 新版本 有沒有什麼特色 新版本的話呢 他比較特殊的就是在這邊 在這裡 他使用了12等份的方式 12等份 也就是把我的網頁 分成12個等份 你自由組合 自由組合 這個呢 先有概念就好 因為等下我們實作你就知道 也就是說我今天 我的頁面這麼大 我就把這個 假設這是第1個欄位 第1個欄位 第1欄是這樣子 他就把中間 分成12格 12格 那你自由組合 你自己組合 我今天想要兩個 當作一個 內容的呈現 然後後面呢我要三個 後面再兩個 這樣你可以自由的搭配 這樣了解了 他也以這個為 基礎 然後呢 去決定說我什麼時候要自動撐開 什麼時候要換 什麼時候要換腦 所以這是他的原理 那一樣的 他也是跟我們的 Google雲端服務很緊密的結合 所以其實 你會發現 因為Google現在服務太多了 所以你只要 用了之後 你基本上 其實用 把Google雲端服務 完整用進去 你就有好多東西可以做出來了 完全不需要 寫任何語法 好 那當然他最近也支援了 可以支援外部的 外部的那些網頁也都可以 這些也沒問題 有沒有 這些都有 然後呢 他現在呢 也有一些版面配置 剛剛我們有看到 舊版本的有什麼 舊版本的在這邊 底下 有沒有這個配置 你有沒有覺得有點像Office World 那種感覺 現在他也有一些基本 好也有一些基本的 所以呢 你也可以看到 那再來很不一樣的就是 真的 多人協同 還要怎麼樣 即時編輯 平常我們編輯文件 各位 都是我編完了傳給你 然後你再傳 你再傳給我 對不對 可是呢 像我們剛剛 你應該有體驗到了 互動白版有沒有 大家即時互動的 那現在呢 新版的協作平台也有類似的概念 所以你如果說真的有需要大家 除了討論 我跟你視訊會也好 我在現場 大家就怎麼樣 馬上就編輯起來 你要弄哪一個 你要弄哪一個 大家就一起做 這樣事實上 也是很不錯 也是很不錯的一個方式 那 你往下走 可以看到 我剛好寫到 就是這幾個 這幾個 目前是他 新舊版本不一樣的地方 這樣對於Google協作平台 有沒有一點點了解 好